大家好,我們今天就要講解一下我們蛇仔的新車 Project 4X Pro 我是Felix Law,我也是負責其中一個開發人員之一 可以這樣說 這輛4X Pro 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改動這輛車 這輛車基本上由上一年Victor開的時候 在第二季的ETS開始去到世界賽 甚至乎夏門那輛車都開始已經在使用 有些PASS全部都是3D打印的時候 有些是未見得光 或者看到都覺得什麼顏色什麼膠料 現在我們終於都搞定了 終於沒有搞定 現在終於都可以賣街了 這輛4X Pro 第一個最大的特點 除了這個顯眼的二樓版之外 最大的特點其實就是尾膽 尾膽 尾膽我們這次基本上把幾何都改了 頭部仍然不變 和以前那輛4X和4X EVO一模一樣 因為頭部仍然不一樣 因為頭部本身的反應 客人都比較喜歡 這是其中一個特別的特色轉向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尾膽比較不穩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做了一些手腳 那幾何我們就欺照傳統的車 比如現在的YOKUMO X-ray 在那裏再著手 再看角度 Wall Center 的高度 總括的 PIN 位和 HUB 位的長度 所有東西都計算了 就製造了這個 新的尾彈 這個尾彈也是 ARS 的 我們這輛 4X Pro 也有這個版本 就是 Fixate 尾彈 這個尾彈 如果一般人看到就像一輛油車 我們都是用這個 波頭的設計 好像油車那樣可以在外面 搞 Toe In Toe Out 亦都可以搞車闊 這個是跟著這個 4X Pro 版的 Kid 的 所以現在在一些比較上 High Grip 的 Track 就可以用一個 Fixate 尾彈 在 Low Grip 或者你覺得 有很大的 Drop Off 的地方 就可以用 ARS 除了這個 最大的分別之外 第二樣大分別 就是這個 2 樓版 那這個 2 樓版 為什麼會用這個 傳統式 2 樓版呢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 Victor 在廈門 那場車 是很有信心地 用了這個 2 樓版 基本上 跑好了大約 0.2-0.3 令到它有 一直的優勢去贏那場車 所以到最後 因為樣子又變了 那它強下門的表現 亦都反映了 就是說 2 樓版是有所幫助的 所以我們最後 都決定這輛車 用這個 2 樓版出的 那基本上 這些兩樣東西 是最大的變化 那其他的變化呢 當然是 那些顏色都 漸漸地用黑色的 Anodize 那也都想說回 就是我們 如果有些人是 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 EVO 開始了的時候 已經用這個大的油壓 沒有那麼容易 說漏油啊 Mainance 方便很多 那也都 有幾樣東西 就是人們怕的 就是拉桿了 那其實這輛車 我們的拉桿 是比較少的 我們其實只有 4 條 那其他那些拉桿 全部都 fix 死 那所以就不用再調了 那這個如果你說有些什麼 左右不 balance 其實是整條換的 因為我們 這裏的獨立拉桿 其實有四個不同的數字 是可以獨立換的 就不用擰擰擰擰擰擰 那這輛車 基本上 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 option 那我都要說回 就是你們 如果有 4X 或者 4X EVO 的朋友 其實我這輛車 就是一輛 conversion 我們將會有兩個 conversion 我們將會有兩個 conversion 將會有兩個 conversion 就是Stage 1 Conversion 和Stage 2 Stage 1 就是整個尾桿 那因為整個尾桿 只要是大部分的交件 會比較上便宜一點 亦都可以試到幾何 因為幾何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二樓版 那二樓版那裏 就會多一點的改動 因為整個上的 A 鼻 mount 都改了 它幾何不變 但是是改了設計 為了一個二樓版的 Secure 的問題 我們是選擇了用這個方式去 mount 那將來 將來 就會有一些電架 中間的雪條棍 那些東西 會逐漸出給這輛車 那這輛車 基本上我們都會有繼續研發 我們這次110的比賽 亦都請了一次 這個我們世界上 其中一個頭十名 入圍的日本車手 以前就是Yokomo 它叫 Naoki Akiyama 它就會駕駛這輛車的 說回其他東西 在我的車上 就是我們的整個Dash line-up 我們的Dash 摩打已經進發到第二代 因為第一代 我們發現我們的扭力是過大 而Tub End 不夠的 我們就把那個位置移動了 現在就會比較順暢 和Tub End 會更快 然後我們的電變 也是AI Pro 這支電變 保持不變 我們也有一個駝機 A10 的駝機 也挺帥 駝機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你外面這麼多隻駝機 都可以說是好的 因為現在 基本上去到這個價錢級數的駝機 都是有差不多的 是SHR 和Normal Mode 甚至乎 將來我們可能會有一個SSR 版 跟三話一樣的 可以配上三話的駝機 用SSR Mode 至於電的方面 我們有兩隻 基本上行的 有6200 排 就是START和Modify 大眾化的人都用 但是現在的潮流流 扁電 這個 Super LCG 的 5200 電 亦都可以捱到 Modify 的五分鐘比賽 沒有問題 相信今個星期的 八分鐘比賽 我們都要選擇用大電 所以 L Max 亦都會保持出一些 competition level 的電 去給大家選擇 基本上 這輛車 就大致上講到這麼多 基本上我們 ZX Pro 會繼續研發 希望將來我們的成績 會越來越好 希望大家都會嘗試去玩這輛車 OK 拜拜